Hello 大家好 我是Lu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 装开了粉醉项他们家全线的产品 那其实醉项这个品牌呢 我在视频里面已经提过很多很多次了 然后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这个品牌也并不陌生 我自己用他们的产品呢已经差不多有两年了 很多产品都是属于回购型的 那今天在我旁边这些呢就是他们家全线的产品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那最像这个品牌呢 他们家所有的产品的成分呢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偏有效还有安全的 那有效的意思呢 是指他们的护肤产品的成分中呢 是采用一些比较前沿的护肤成分 比方说像这种retinol啊还有AHA 那安全呢是指他们的成分里面呢 是不添加一些比方说香料 染料 化学防晒剂 还有硅 还有SLS 这些就是有争议性的成分 也是他们家所谓的6大嫌疑犯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品牌是比较安全 也是比较有效的 那也是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确实呢也是用了他们家产品以后 我觉得我的皮肤也是有所改善的 那我今天分享他们产品的步骤呢 会按照护肤的步骤来分享这些产品 那首先呢就是清洁类的产品 清洁类的产品他们家其实有三个 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肥皂 肥皂其实我个人来说很少用了 那所以我今天就不跟大家介绍肥皂了 因为我觉得肥皂相对来说用来洗脸也是不太方便 那它第一款的这个清洁类的产品呢 就是这款卸妆膏 今年年初的一个新产品 那这款卸妆膏呢 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这款卸妆膏呢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还剩下大概五分之二的一个用量吧 这个用量我大概是用了大概有三四个月 但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卸妆膏 所以我就是不是天天用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天天化妆 然后天天用卸妆膏的话 这一罐卸妆膏应该可以维持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款卸妆膏的卸妆能力呢 我觉得还是挺强的 如果你化浓妆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把那些防水的化妆品 能够清洁干净的 清洁能力还是挺强的 然后它这个产品里面还附送一个 那个小小的去角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混在这个卸妆膏里面用的 那个产品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因为买了之后我就忘记放哪里了 那我个人来说也不是非常习惯 用这种物理性的去角质的产品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都没有用 但是这个产品呢 我觉得非常加分那一点 是它的这个包装上面的这个挖勺 如果你是会经常就是出去旅游或者出差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设计呢 还是挺方便的 也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些包装上的设计 我可以看得出这个品牌在做他们产品的时候 还是挺用心的 那这个卸妆膏呢 也有些小伙伴会说有怪怪的味道 那我个人来说 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味道 闻起来可能就是一些就是油性的那种 某一种油的那种香味吧 他们家全线产品因为都是不添加香料的嘛 你会闻到所有的味道呢 都不是添加进去的香料 而是它成分的味道 那也是因为这一点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使用起来也是比较安心的 如果你皮肤也是比较容易敏感 比较容易长动呢 尽量都还是去少用一些这些添加了 很多这种香料染料 还有这种有毒霉的这些成分 减少这种不安全的成分呢 也是对你皮肤会更有帮助的 那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款卸妆膏呢 还是挺推荐的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那我用完这个卸妆膏之后呢 还是会再用一个洗面奶的 因为如果卸妆膏没有洗干净的话呢 也会堵塞毛孔 然后产生一些痘痘或者闭口 所以呢大家在用完卸妆膏之后呢 也要再用一个洗面奶 它的这款洗面奶是完全没有泡沫的 Texture呢是像Jelly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叫做Jelly Cleanser 那相对来说呢 我觉得清洁力可能也就是中等 没有到非常的强 因为毕竟没有这种泡沫的洗面奶的话 清洁力都不会非常的强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 当成一个早上的沉洁的洗面奶 那如果你当天是有化浓妆的话呢 就我觉得就不要用这个洗面奶了 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呢 可能这个洗面奶对你来说 清洁力度会有点不够 所以这款洗面奶 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不会回购的 虽然我是干皮 但是基本上我用洗面奶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用 所以基本上是我想要把脸洗得比较干净 把一些残留的卸妆膏啊 还有防晒霜彩妆要洗得比较干净的话呢 我还是想要稍微就是清洁能力强一点点的 再来就是精华类的产品 精华类的产品我其实第一个接触他们家的产品呢 是他们家的维生素C 那我手上呢刚好就是有它一个这个节日版的套装 正面呢就是像这种镜面的一个这种设计 这边打开以后呢 它是像一个柜子 那所有的产品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那其实这一个套装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它你等于说是买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素C精华就附送这些小样 然后我也是在他们官网的时候打20%的时候去买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划算的这样一个套装 在Sephora呢也是有卖的 那它这个套装里面呢是包括这样的一个维生素C 还有一个洗面奶 一个这个Poptide面霜 一个精华和一个防晒霜 我觉得这个套装呢还是挺划算的 他们家维生素C呢是含有15%的抗坏血酸 也就是最有效的维生素C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其实这个产品呢我也有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维生素C呢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也有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它这个维生素C是叫做C-Firma Day Serum 它是要求你在白天的时候用的 那在用完这个之后呢就是要涂好一个防晒霜 那因为我手上的这款维生素C 它是全新的我还没有打开过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全新的维生素C 它的颜色 那全新的维生素C呢 它的颜色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淡淡的橘色 但是呢还是比较就是相对于比较透明的 因为Drunk Color Fan他们家这款维生素C呢 是比较容易氧化的 所以刚刚新买的维生素C 就是像我刚刚手上挤出来的一样 是属于比较偏透明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金黄色 那就是表示它还是非常新鲜的 打开以后随着时间呢 它跟空气接触以后慢慢颜色会变黄 有效成分的功能呢是慢慢在减落的 所以在买他们家维生素C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是用完以后再买另外一罐 相对来说呢会更有效一点 就是不要囤货维生素C 那它的这个使用感受呢 还是比较像那种有一点点像油类的精华 因为摸上去呢还是挺滋润的 可是干皮的话呢我是还挺喜欢的 它这款维生素C相对于SkinCutical呢 我觉得它会更加的滋润一点 所以也是非常适合冬天来使用的 那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比较适合SkinCutical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水一点 比较轻薄一点 这款还是属于比较滋润的 所以冬天有些时候你用一个维生素C 再叠加一个面霜 之后再用防晒霜呢 这样三步呢就已经 白天这样一个护肤步骤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 很多人都说有点像那个Bacon 就像那种Smoked Bacon 或者一种好像什么烤肉的味道 那其实这个味道呢 就是维生素C它本身的味道 我自己对味道来说 还是算比较敏感的 但是这个味道也并没有 非常让我觉得不能够接受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味道 不是坏掉或者是不新鲜 而是它非常新鲜 成分本身的味道 那相对于就是添加了香料 然后用香料把它成分 原本的味道盖掉的这种产品呢 我还是更偏向于这种没有添加香料的产品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产品呢 对皮肤更有帮助 还有一个我喜欢它们家产品的 也是因为它们的包装真的都还是做的挺用心的 像这款纹身素C呢 是这样转开 尽可能最大的减少就是 这个产品有效成分和空气 还有光照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 而接下来的精华呢 就是它们家一个夜用的精华 就是这款TLC Femboost Gopalic Night Serum 这款精华呢 是在晚上的时候用的 所以这两款呢 是一个是早上 一个是晚上 红色这个是晚上的时候用 它是含有12%的AHA和BHA 它可以帮助你去除肌肤表层 还有深层的角质 这样子呢 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平滑 然后帮助去痘 还有抚平毛孔这样的一个功效 所以呢 我觉得个人来说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是我现在每个礼拜 会用三次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皮肤定期的去角质呢 也会帮助其他产品的吸收 这款产品呢 它是含有12%的酸类精华 所以呢 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刺激的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 大家可以在用这个精华之前呢 先用一个保湿的精华 再用这个酸类精华 这样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没有那么刺激 那或者你非常非常敏感的小伙伴呢 可以用一点点这个精华在耳朵旁边啊 或者局部的皮肤这样做一下测试 那它的这个质地呢 就是像这种胶状 像这种胶状一样 然后是透明的 完全没有颜色 然后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的 不要看它的这个 看起来这么的透明 好像无害 其实它的作用还是挺强的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是尽量的避免 在靠近眼睛的地方使用 因为还是挺刺激的 但它效果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完全可以感觉到 就是如果我皮肤要快冒痘的时候 用这个的话呢 那个痘痘呢 就会比较平补下去 所以呢 它的作用还是挺强 其实我用酸类产品 已经有大概两三年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天天在用 可能一个礼拜最多 就是用两到三次 我觉得这个比例 对我来说 现在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的一个状态 用太多的话 如果你每天都在用 可能你皮肤会产生一个依赖性 那可能作用就会没有那么强了 那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跟它的成分非常的类似 它虽然不是精华 但是我也把它放在这边一起来说 就是这个TLC Sakuri Baby Facial 那为什么我说它跟这个夜间精华 非常相似呢 因为它们都是这种酸类的产品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面膜 这是一个精华 面膜是要洗掉的 那它的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强度 也比刚刚那个夜间精华要高很多 它是含有25%的AHA和2%的BHA 它的有效成分的力度非常的高 这个已经等于说是 你可以买到的酸类精华含量 最高的一个这样的次数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皮肤是比较敏感的话 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去使用这个产品 也是一个深层去角质 抚平毛孔去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你用完一次以后 你真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的皮肤就会很滑 这个是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这一罐已经买来了一年多了 还是没有用完 就可以看出它有多么的耐用 然后我可能用的次数也不是很平凡 可能两三个月才用一次 那很多小伙伴呢 其实更加偏向于这个面膜 因为他觉得说 可以洗掉的话呢 对皮肤可能相对来说的伤害 或者刺激性还会再小一点 那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吧 我个人来说呢还是比较习惯于小量的有效成分 然后持续的每天 或者说隔两三天这样来用的话呢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于这种小量的这样子慢慢叠加 那用完这个面膜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湿工作 你的这种保湿的面霜呀 保湿的油一定要把它做得好好的 因为做完这个面膜之后 你的皮肤会变滑 但是同样的也会变得比较缺水一点 第二天呢也一定要涂好防晒 这种就是这种猛药的这种副作用吧 可能是 但是相对来说呢 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他们家我最喜欢的一个精华之一呢 也是这个 Be Hydra Intense Hydration Serum 因为用完刚刚那些猛药之后 不是要做那种保湿工作吗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用这种精华呢 叠加在后面 或者呢 你想要它的有效成分 不要那么强烈的时候呢 也可以先用一个这个保湿精华 这样相对来说也会温和一点 里面主打的呢是维他命B5 也是烟险胺 是有很好的保湿功能 那如果你皮肤也是油性或者混油性呢 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控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它应该是妆卡粉里面 相对来说非常温和 这样子无供害的这个精华 是你在晚上白天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用这款精华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的安心 我也是自己买了真的无数罐了 它这个质地呢 也是比较像这种乳白色 有一点点像胶状的 吸收的也是非常的快 就是属于我不知道用什么精华的时候 我一定会用这个 皮肤有比较偏干的时候 一定会用这个 用完了这种有效成分以后 也会用这个 不用动脑子抓过来 就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保湿成分 有些小伙伴呢 说它的价格可能相对来说 其他相同类型的保湿精华 有一点偏高 它这个保湿精华 比一些大牌的保湿精华呢 相对来说对我来说呢 这个价格已经算是比较合适的了 因为有一些大牌的保湿精华 真的又香 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成分 反正就是卖的很贵 那这个成分呢 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真的是可以 放在家里面 备着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非常的非常的推荐 这个Retino A唇的精华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支还是有这么多 因为我最近在用 其他的A唇类的精华 所以这罐精华 等于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那这罐精华它里面含有的成分呢 是1%的Retino 就是1%的湿黄醇 它的含量呢 是在市场上 现在你可以开架产品里面 湿黄醇你可以买到的 算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 1% Drunk Elephant 它们家的这个 有效成分的用量呢 都还是挺猛的 这个成分明显的 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它比Sundirelli的 要稍微的强烈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是黄醇 第一次使用Retino的小伙伴 我觉得你不要买这个 Drunk Elephant的这个A唇 如果你已经用过A唇很多年 然后你的皮肤是熟灵机的话呢 我觉得你用这个精华 应该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它相对来说浓度比较高 那效果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一直没有 最近没有在用它呢 是因为我现在在用一些 就是浓度相对来说 稍微低一点的精华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刚刚好 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先放一放 之后再来用 我觉得它呢 真的就比较不适合这种 A唇新手 比较适合就是这种 你已经用过有效成分很多年 然后你已经知道 自己可以就是 接受比较高浓度的A唇的话呢 你真的可以来尝试 它相对于市面上 其他的这种A唇来说呢 还是功能还是挺明显的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找一个 针对抗老 抗皱纹 抗初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就一定要瞄准A唇这个成分 那因为A唇呢 是现在就是科学家验证 唯一对抗老真正有功效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 接下来呢 就是他们家两个眼部的护理产品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眼部精华 它这个精华主打的成分呢 是胜碳 它可以帮助眼部周围的 这个胶原蛋白的产生 然后达到这个抗初老的作用 它的这个质地呢 是比较轻薄的 就是这种非常轻薄的乳液状 但是又比一般的精华来说 要厚重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它 作为一个日间的眼霜呢 也是保湿力度也是足够的 那如果你是比较熟灵机的话呢 在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一个这个精华 再用你之后的眼霜呢 它也不会让你的眼睛周围的皮肤 产生非常厚重的这种负担 我相对来说 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精华 那胜碳这个成分呢 之前也有跟大家就是介绍过 是抗老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成分 相对于维他命A来说呢 就比较少的副作用 所以呢 把它作为眼霜呢 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是在找一个 胜碳的精华 或者胜碳的眼霜的话呢 这款产品 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的 在市场上 其实我也很少看到 有添加胜碳的眼霜 那这款呢 里面它主打的是 Coopers Pop Tide Coopers Pop Tide 是比这种普通的胜碳 还要在分子量 还要更小一点的 所以呢 非常适合眼部的肌肤 更好的去吸收 那还有一款眼霜呢 就是这个C Tango Multivitamin Eye Cream 它这里面是含有五种 维他命C 还有八种Pop Tide 所以是一个 非常非常营养的 这样的一个眼霜 它有这个 维他命C呢 是可以淡化你眼睛周围的 这个肤色黑眼圈 然后呢 Pop Tide也是跟刚刚一样 是胜碳呢 可以就是防止初老的 这样的一个眼部精华 我自己来说呢 也是非常喜欢 在白天来用的 也是非常合适 它里面的这个维生素C 跟刚刚它这个 日间的维生素C精华呢 不是同一种维生素C 这个维生素C 是抗坏血酸 也就是它最有效 所以用这款维生素C 如果用在眼睛部位呢 可能会比较刺激 那这个眼霜采用的 维生素C呢 它是用的 比较温和的维生素C 也是维生素C的衍生物 所以它采用了 五种不同的 维生素C的衍生物 所以呢 相对来说 它比较温和 如果你皮肤是 比较熟音机 然后眼部的皮肤 比较暗沉 然后有一些细纹的话呢 你晚上可以叠加 这两个产品 一起来使用 为了抗出了 或者你是二十多岁的话呢 其实完全可以 一个晚上用 一个早上用 这样子来分开来使用 那接下来呢 就是Drunk Elephant 它们家面霜类的产品 它们家总共有两款面霜 一款呢 是主打这个圣泰的面霜 还有一款呢 是一个比较滋润的面霜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圣泰的这个面霜 含有九种圣泰 然后呢 还含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所以它在抗出老的同时呢 保湿功能也是非常的好 偏油或者混油的小伙伴呢 也会非常喜欢 这种面霜的质地 它的那种质地呢 就像这种褶里状 非常轻薄 非常好吸收 相对于Drunk Elephant 它们家另外一款面霜来说呢 这款面霜就会更适合 这种油性肌肤 或者混油 还有就是夏天来使用 冬天的话呢 我觉得保湿力度 对我来说 可能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夏天来使用 是刚刚好的 那如果你是混油 或者油性肌肤呢 我觉得你来用的话呢 使用感受也是很好的 那圣泰呢 也是属于就是 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个成分 有很多的 现在有很多产品 已经有添加这个成分 那Drunk Elephant 它们是比较早做这个产品 然后也是做的 使用感受下来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目前我所说到的 Drunk Elephant 它们所有的产品 每一个产品 它都有主打的一个明星成分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它们家产品 因为我知道说 每个产品呢 它都会解决一个 你所需要解决的皮肤的问题 而不是就是盲目的去用一些 网红的护肤品啊 或者就是别人觉得好用 你就要跟风去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为就是完全你要根据 你自己的需求来买 那像这款面霜呢 它就会做到一个保湿抗出来 还有刺激你胶原蛋白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推荐的 那它另外一款面霜呢 就是Lala Rachel Whipped Cream 那我也是在上一个视频又给大家介绍过 它这个里面是含有6种African Oil 还含有Cheramine 之前呢它的这个Lala Rachel是没有这个成分的 这个里面有6 African Oil 其中里面呢 就有它们家明星产品 就是Marula Oil 这款呢 也是因为现在刚好是这种秋冬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的时候来使用 刚刚这个圣态面霜来说呢 这款面霜会再更滋润一点 用上去以后真的会感觉你的皮肤 就是被保护 被滋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好 早上跟晚上都可以使用 它滋润的同时也不粘腻 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现在皮肤是在比较缺水的状态 或者你比方说用了那些有效成分皮肤 需要这种加强保湿的话呢 就非常推荐这款面霜 它有个非常好的recover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妆开了分它们家最明星的产品 并且很多这个之前的产品里面都有添加的成分呢 就是它的这款Merula Oil Drunk Alvin他们家很多产品的成分呢 也是有添加这个Merula Oil的 那它这瓶Merula Oil呢 就是是100%的马鲁拉油 因为它这个油相对来说会稍微厚重一点点 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要用它的时候 我都会一般是叠加在面霜之后用的 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其实也可以滴几滴这个油 在这个面霜里面这样混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好 它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以mix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是赶时间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把这几个东西mix在一起 然后往脸上一涂就可以出门了 就不用这样一步两步三步 这样慢慢的一层一层的 这家的Drunk Alvin的产品呢 其实还有就是防晒霜了 防晒霜呢 其实我不太推荐它们家的防晒霜 它们家一共有三款防晒霜 一款是白色的 就是没有颜色的涂上去 还有两款好像都是有一点点这种黑色 黑色的 那我觉得那两款黑色的 可能都比较适合欧美的人 就是你想要有那种美黑的效果的话呢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使用过 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说呢 那个防晒霜 黑的那款防晒霜 我觉得会涂完以后 让你皮肤就是看起来比较黑 也没有什么 反正就不是非常吸引我吧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用过 我虽然家里已经有很多 它这种黑色的这个防晒霜的小样了 但我从来也没有用过 所以我不是非常推荐 这个黑色的防晒霜 那还有那款白色的那款防晒霜呢 我觉得防晒能力还是不错 但是使用感受真的太差了 后用了很多其他防晒霜之后呢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 Drawn Colorful的防晒霜 做的还是挺失败的吧 就是使用感受真的不太好 我也不跟大家再多介绍那款防晒霜呢 因为我觉得使用感受真的不好 然后我自己也不会去购买 因为我觉得就是相同类型的物理防晒 你可以找到使用感比它好 很多的防晒霜呢 我觉得不一定一定要去买那款防晒霜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护唇膏 因为我就是刚好用完了 也没有盒子了 那那个护唇膏我觉得还是不错 它做的比一般的护唇膏都要厚一点 所以你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一次涂两片嘴唇 就是嘴唇上下一起涂 就是还是挺滋润的 也是主打里面是Marula Oil的这样一个成分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